好不容易一时兴起请大家吃个晚 先生你的卡刷不出来 我就很气愣 我说为什么我卡里没有钱 然后我忘了忘了忘了 忘了给你打钱 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资讯 在娱乐圈中 邓超和孙丽是比较典型的一对模范夫妻了 如果说陈小春和应彩儿两人是一个在闹一个在笑 那么邓超和孙丽两人则是一个在闹另一个陪着闹 两人在生活中也是相当的具有喜剧天赋 有些时候 两人秀恩爱秀的就连网友们都看不下去了 但在抱怨自己吃狗粮的同时 还是送上自己的祝福 现实生活中 很多的家庭都会使男生赚钱女生管钱 邓超和孙丽在私底下也是这样的 因谁管钱还发生过一件特别尴尬的事 那就是邓超在邀请一帮朋友吃饭时 本来吃完大家都很开心 但在结账的时候就出现了 服务员当着众人的面告诉邓超卡里没钱 本来就要面子的邓超就很尴尬 专门拨通了孙丽的电话 还专门把免提打开 大声的问孙丽 为什么卡里没钱 孙丽先是一阵懵 之后才说忘了给你打钱了 听到孙丽的妻子回应后 在场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笑到不行了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小伙伴们喜不喜欢邓超孙丽夫妇呢 感谢观看 本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 由着别女不孝剪辑配音制作完成 想看更多视频请关注我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